两周不见,甚是想念,不了在下一个 好,上周回国一个不小心,又脱更了一期 真的高兴极了,不是啊 难过了好几天,写作灵感都给整没了 但是,好在今天的房子呢必须继续 依然在此还是,又有有不得了了 接下来大家看一看它位于日本东京中心地段 新宿区,西新宿出售的 阴间,个性设计,整楼带露台的三层独栋公寓 这么些年咱也算是月房无数 但独栋的公寓,属实不多见 期待一波就完了 专闭来说不易进条件 距离五线最近的车站泄露 牛银大厢互现的西新宿五丁木,徒步五分 独厅前站,徒步十三分 二金王县出台站,徒步十分 生活便利两线三站,小位置嘎嘎中心 至于说的房子,是个建于2002年大夏天的 高级混凝土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建 今天我们来看到的是其中内部刚刚全新发修过 81平米的,30一厅 外带一个,12平米的顶楼露台 当然房子和地都是永久产权 最后属于售价了,回去片尾公布 兄弟们,尽管看你们一脸不聪明 但还是在弹幕上,等一步你们的价格预判 OK,一步来到门口 如大家所见,路口出就开始略显发音 大门还是这种半透不透明的镜面 本来没啥事的,现在谁路过都想 照那么几下大脸盘子 设计的不错,以后不许了 接着我们二话不说,指码一开 哇,啊 虽然眨一眼看独立玄关,杨姐姐有点难以置信 其实没有的事啊,嘎嘎小的玄关 两个人同时在这脱鞋,估计都得擦破点皮 把它锁掉,今天谁也别想走 然后一旁鞋柜,直接一脚上去 掐着一算,36.5双鞋子 不要还挺能装啊,属工的朋友们可以先收藏起来 上面呢则还能放几把武器 方便朋友来窗门使用 于是再往里一步 进入客厅 和厨房部分 这配置放在一楼也确实合理 中间一张小桌子是吧 确保你回家进门,第一时间就能吃到桌上的剩菜剩饭 大满足 再来最里面的区域,就可以安排沙发,茶几小电视 虽不大,但三两朋友聚会私逼扯下头发啥的 一点问题没有 而且窗户开口也非常的给力 除了蛮野的老王以外 好像真啥也没有了 又是一个有笔没墙系列,咱也带过 接着我们楼梯一会儿再喷 先直接挪到大号U型灶台 空间外面属实给力 斜剑吹三大区,大道理一步 确保你们七到八人,那肯定够呛 三四个朋友来做客时使唤他们绰绰有余 大理石台面依然绝对的货真价实 手指要敲断了 当然最最精髓的,还得是这面墙 以后邻里街坊每天的动向都能了如指掌 就是多少有点剩人 还有三口煤气装的不错 配上不锈钢墙 面再也不用担心番茄炒蛋在墙上了 另外收纳部分也丝毫不用担心 上下左右满满蹬蹬 够够的了 至于这边上发山发车的角落里塞什么的 你们告诉我 我给你们一楼部分就是这样 让我们来到中间这个 也是毫无安全感可言的楼旋楼梯 瞅一眼上面 所以我感觉大家应该先是想下楼是吧 没问题 让我们去缓一枪 再来一下 四滑下沉到地下部分 三车神秘门稍微有那么点邪乎在的 咱就从左往右一间间开始踹 很好,第一间卧室终于出现了 放在地下这个位置也合理 非常合理 再来面积方面不算很大 而且 这就多少有点不像人设计出来的东西 外面的灯是不是刚刚自己灭了 显到你了 还感应似的 回到房间我们露一眼窗户外面 地下饰感满满不说 还带个迷你阳台可够你 你就算了吧 宠物还是溜带溜带一下啥的 想的不错就是过于牵强 另外角落里还剩个柜子 好吧 其他也就没啥了 看到我后脑勺直腾 所以隔壁第二扇 原来是WC 可以说非常狭窄 转身必定投破血流的空间 关键它还针对楼梯 万一换人不小心溜进来了 你也能第一时间发现 反变 接着继续旁边第三扇门的背后 藏着掖着的是洗衣中心 整体空间还是算比较够用的 装修的也不错 镜上的LED灯条略显科技感 右边又一个发酸发臭的角落 塞啥的 大家再回答一波 然后再是洗面池部分 味道相当满意 大水槽可伸缩水龙头 这些就不提了 就这两边的置物空间 像你每天晚上都要用到的 榔头乒乓球 拍仙人找魔鬼司令这些 臭臭有余 实在不行 镜子后面 下面 转身背后 还有一层墙 反正收纳就是多到 头皮发麻 于是乎还有镜头 浴室门的背后 一定是阳台了 比如说这空间还挺给力 可半座式小鱼缸 也足够你脸朝下 浸泡三个小时 唯独除了水龙头有点拉 四面墙都不带洒儿以外 也没啥了 直播时常叫我拖得刚刚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一楼 尽管小楼梯看着毫不牢固 但我们继续往上来到二楼部分 好家伙直接俄罗斯套完了 所以又是一模一样的三道门 左边第一间 果然 同款房间 倒是能比下面宽敞点也亮点些 并且多个狙气窗 以后对面老狼全都可以给它狙掉 舒坦 窗帘也是长得一副随意 跟厂来似的 说到方面一样的 不去多说 然后右边 哈哈 这格局估计当时设计的老轻松了 照搬就行 不过两个卫生机还是令人喜悦的 那么至于二楼最后一间 到底是不是第二个洗浴中心 非常可惜 第三个我是 那么这一间的面积最大 层高最舒服 而且你们看还有扇天窗 瞎跑有天直接打开来 就能免费洗地 水钱正经省下不少 屋里还要把梯子放着 既然不带阁楼用不上 那咱就勉强拉走 另外这面墙上也带两扇 针对大门口的窗户 配合上墙角一排武器收纳柜 谁路过看不惯 熟人塔 好了那最后终于剩下 我最最期待的顶楼露台 尽管楼梯爬到现在 腿有点哆嗦 但还是让我们再切再利 再上一层 四花进入露台部分 12平米比想象中来的 确实小了那么一点 并且拐个弯分成两块 暴晒区和淋雨区 平时可以放张麻将桌 一边看看书喝喝茶 吹吹牛逼欣赏一下白天蓝云 飞机 飞机 还是飞机 谁曾想原来还是到飞机警官房 简称飞警房 这才过了几分钟 多少辆划过天际 最良心的小号也顺便 带大家听听噪音问题 于是大家的大眼珠子 跟着我再往下挪一挪 这里虽然可能处于隐私问题 墙搭的比较高 地层是看不见了 但一排排城市里的建筑风光 依然 对 历历在目 如果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字 记得可以打在公屏上 让我长长姿势 总的来说 这个露台还是挺舒服的 至少完全不用担心 狗子猫子熊孩子掉下去了 安全就完了 哦对了 墙角的窗户就是前面楼下屋里的天窗 要是碰到紧急时刻 一脚踹碎就能快速入户了 好了 那么以上这些呢 就是今天房子的全部内容了 看到这里目前还算印象不错 挺有特点的一套房子 所以像这样一套 日本东京中心区域新宿区 2002年建 富士三层带个楼顶路台 81平米31厅的 独栋飞机景观公寓 售价到底是多少呢 473万元人民币 折胜日币的话 9680万 最后再加上些税费杂费 落地差不多会在496万元左右 呃 这个 正常发挥 频道惯例 又是个非常尴尬的价格区间 其实无论房子的地段 大小 年线 格局 设计 价格并不离谱 不算很贵 但如果你单看这个金额 也确实可以再往中心 找找一些低层的塔楼啊 小环境嘎嘎的那种 除非你就是喜欢这种独栋 亲近带露台 对吧 不怕膝盖破裂 挑战人体极限保险买的够 不然个人感觉要不还就是 看看就好 有钱就好 哦对了 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 十有阶段每个月的物业费 修账费合计 1515元 价格也还算适中 反正在不满 所以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今天收到房子是值还是坑的 记得到评论留言告诉我 我跟你们今天的视频道 就会结束 如果喜欢今天的房子 记得点赞评论分享收藏 如果你们还要看日本的房子 关注也一定听不懂拉下 我是日本房产经纪人小豪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